冬冬的落叶 今年的冬天特别冷 大树冬冬第一次身上的叶子全掉光了 有一天老鼠妈妈来到树下 她皱着眉头说 今年冬天这么冷 我的孩子没有温暖的床 怎么办呢 来 带一些落叶回去吧 冬冬笑着说 老鼠妈妈把拿回来的叶子 为宝宝铺了一个温暖的床 过不久 小猪一家人来到树下 大树先生 你愿意送我们一些落叶吗 猪爸爸问 好啊 你尽管拿 我的落叶多的是 东东微笑着说 小猪一家把叶子拿来烤番薯吃 不久之后 一群兔子 一蹦一跳的来到树下玩球 沙沙沙 喳喳喳 你们听 其中一只兔子说完 用脚踩了一下落叶 树叶发出 喳的声音 其他兔子听了 也跟着踩 沙沙沙 喳喳喳 哇 树叶会唱歌呢 小猪们 小猪们也跟着兔宝宝们 一起玩 踩叶子的游戏 东东在一旁听着 心里好开心哦 东东低头 看着一旁 湖边的倒影 他第一次看见自己 光秃秃的样子 这时 一朵朵云儿 飘了过来 倒影中 东东弯曲伸展的树枝上 多了白云叶 太阳果实 哇 好美呀 东东开心地笑了 那天下午 东东闻着烤番薯的香味 听着树叶唱的歌曲 看着湖面的美景 觉得 今年的冬天 真的好特别